我是琴琴,今年17岁,我居住在桃源的都市里,生活非常方便 对我来说,现在的青少年们只注重外在,不善于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 甚至很少与人交谈,总是活在自己小小的世界里 我小时候,在乡下长大,这里住着一群过着纯朴、简单、并享受生活的阿公、阿婆们 她们从不追求时尚,也不跟随世界潮流走 她们只愿能够平安、健康、快乐 而我们要学习的,正是这种简单的生活 现在,就让我带着大家远离繁华的都市 一起到乡下体验简单、快乐的农村生活 用彼此的心照亮相间,珍惜你我,心心相惜 天还没亮,都市的青少年们都还在被窝里呼呼打碎 而我的阿婆已经开始了崭新的一天 这是我的阿婆,今年75岁 小时候因为家里很穷,被卖到阿公江当童养稀 所以从小,阿婆就很坚强、很独立 在我有记忆以来,从来没有看过阿婆掉过任何一滴眼泪 直到两年前,阿公去世,我才看到阿婆的软弱 但令我值得敬佩的,就是阿婆至今,依旧很坚强且刻苦耐劳 拜拜,是阿婆每天都会做的事情 对阿婆来说,一点都不无聊 因为这事和祖先聊天,为全家人保平安 阿婆有一道拿手好菜 是外面吃不到的早餐 芋头稀饭 用自己种的芋头,又松又软 加上阿婆的爱心,真是太好吃了 吃过早饭之后,阿婆开始了每天不便且充实的生活 加上肯定了,要打点油 吃过早餐 有油 沙扎 沙扎 拿好多 要切碎 就要切碎 薄肉酥 青衣 咖啡咖啡 好 我現在不夠洗 為什麼不需要洗衣機洗 因為是 平常洗的 一部很難洗 它洗不乾 它就熟了 一部很難洗 它就熟了 把它熟了 這樣污了就會乾淨 對呀 沒有妻人的話 它要熟了 都要洗衣機 都要洗衣機 這樣要把全部都拿去洗 這裡的水哪裡來的 上面的鼻桶還要穿水 它這個包出來而已 鐵奶包出來的水 很乾淨 這個在這裡怎麼做 四五十年 我們自己搭的 阿泰搭的 十七寸 阿婆你幾歲嫁給阿公 很小就來我八歲就來 八歲 你才結婚啊 八歲就來 對啊 腳腳就給你兩胎賣掉啊 沒有好吃啊 以前好可憐 沒有東西好吃 就賣掉啊 這個肉啊 這個 我的阿婆 每天的生活都很純樸 而都市人們的生活 阿婆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每個人就不會跟人講話 每個人就打電腦 回來就一直打電腦啊 不會跟老人家講話不好啊 以前的小孩都不會 以前都不會啊 現在都不一樣了 像你這麼大 要養豬要煮飯 要洗衣服 像你現在這麼好啊 你咕咕 八歲就會煮飯 八歲 對 八歲就會煮飯 要洗尿布啊 哈哈哈哈 阿婆眼中的年輕人 生活雖然有很多便利的3C 但和人以及大自然的距離 已經漸漸疏遠了 而這群生活在鄉下的阿姑 阿婆們 每天認真的過生活 讓他們年輕力壯有活力 過著簡單快樂健康的人生 有些甚至活到八九十歲 這邊的人是不是都活很多歲 有喔 九十多歲八十多歲 一百歲就很 好幾個喔 阿公你們幾歲了 八十 九十 九十 我就八十四 八十五 我的媽媽一百零三歲 這個 這個最以前的信業的 沒有 去年啊 前年 前年 我們歸空啊 一百歲 這也都很常說 對啊 你知道為什麼 住在這裡都很健康嗎 運動啊 每天就去退園 過兒退園啊 房租啊 空氣很好 空氣很好 沒有空氣污染 沒有空氣污染 這裡一帶都沒有工廠啊 空氣很好 當下人啊 吃啊 可能吃沒有 這種的好啊 青菜吃得多了 可能這樣就 身體會比較好 吃到菜啊 沒有農藥啊 我們自己種的啊 沒有農藥 對啊 我沒有啥農藥啊 跟我自己吃的菜啊 那沒有啥農藥會種嗎 就很多蔥啊 哈哈 我們就有山農藥就不敢吃啊 你看這個籽 你看到嗎 哈哈 有 你有哦 菜籽嗎 菜籽 菜籽 你用什麼種菜 用肥料 豬大便啊 那個雞都便啊 那誰幫你一起 養雞 你自己忙 你阿伯也有幫忙啊 這是我的阿伯 小時候罹患腦膜炎 導致手腳萎縮 但阿伯並沒有被病魔擊倒 依然認真的過生活 是阿伯的好幫手 快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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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抓 快要走 Dies 馬嘎 這整塊 這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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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豬泡 不死掉 他要吃多少 吃三桶 三桶 一隻豬吃一桶 對 這豬養多久 差不多要一年 這個已經養一年了嗎 還沒 每當我自己 遇到困難挫折時 只要一想到 阿爸勇敢樂觀的過生活 就激勵了我 提醒了我 要向阿爸學習 永不放棄樂觀的精神 好 這些豬大不要做什麼 挺脆阿 我互相 很想像 有 Curb 有 整理 會成功 非常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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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有 太密集了 它就不太好 太密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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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長不大了 把大的綁 針拔起來 除了種菜、養豬 阿婆最大的生活樂趣 就是製作傳統的客家美食 而我每個禮拜最期待的 就是週末回去阿婆家 和阿婆一起做好吃的客家美食 這個要做菜包的喔 對做菜包的 要燒過 要炒過 也來豬肉、香菇、蝦子、蒜 一起炒 有那個 大冬的比較快 這個有大冬的 有點大 因為前幾年的氣候不好 蘿蔔並不多 我們已經很久沒有做菜包了 今年修成很好 終於可以做好吃的菜包 早安 早安 年快樂 就家人 說得多了嗎 要做多了嗎 先聽說 你就做多了 你做多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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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蘿蔔要先燙 燙的時候會出水 燙完瀝乾後 再爆香加上配料一起炒 最後加上胡椒粉調味 阿婆在前一天會先準備好餡料 從拔蘿蔔洗蘿蔔準備配料 一直到炒好菜包的料 就可以花上阿婆整整一天的時間 隔天等大家回來 就會一起包菜包 阿婆在一起做嗎 有耶 要煮就不然煮白菜就有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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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皮 鱼皮 鱼肉 鱼肉 下酒,爸爸买了一个东西 宝贝,奶奶买了 您可以买 您可以买吗? 您带着 您不买 您可以买吗? 您可以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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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每個週末 家人們都會回到阿婆家吃飯 大家圍在一起 有說有笑的 分享一週中有趣好玩的事情 這對我們來說就是幸福 鄉村對大都市的人來說 可能很遙遠 但對生活在桃園的我們來說 卻只需要轉幾個彎 短短幾分鐘的路程就能到達 就像我一樣 每個禮拜只需要花15分鐘的時間 就能回到阿婆家 回到阿婆家 回到鄉下 我就能夠放下煩惱 忘掉不愉快的事情 和大自然接觸 感受來自鄉村最簡單 最快樂 幸福的生活 就看我了 我只能夠放下煩惱 感谢观看